今天我们来安装仿车驾驶位上的储物空间 对于Sprinter Van来说 这个空间其实非常大 不好好利用的话非常可惜 这一块总共分为三个部分来做 首先是基础工作 我需要把原有的隔板拆下来 再在后面装上减震和保温 第二部分就是做新的家具 把上方包裹起来 变成新的储物空间 最后一部分就是走线 接上电路 安装一些驾驶位顶上所需要的电器 原有的车顶拆除并不复杂 但需要非常小心 必须从中间的灯开始拆 中间的灯有四个卡扣 左右各有两个 把它固定在上方 右侧的两个卡扣可以用螺丝刀卸下来 这样就可以把整个灯抽出来了 这个后面连接了很多线路来控制车后面的警报 以及一些原有的车厢灯 我们暂时不需要管 第二步要拆的就是 两侧的扶手和原有车顶的储物 这原有的车顶的储物 每个都是由三个原装的螺丝给固定住的 所以这些螺丝拆下来之后一定要保存好 一会还要重新装回去 第三步要拆的就是侧面的塑料挡板 这些都是由卡槽固定住的 如果拆的力气太大的话 很容易把它弄坏 全部拆掉之后 车顶的外壳就可以拿下来了 之后我在车顶的金属壳上贴了简针胶 再贴上一层柔性的保温棉 就做好了 这里之所以用柔性的保温棉 是因为车顶的弧度非常明显 用比较硬的保温棉的话 很难完美的契合 反而让保温效果变得更差 我还顺便检查了一下车顶天线的基座 加固了一下这里的防水 之后就按照相反的步骤 就把车顶装回去了 基础工作做完之后 后面就是开始做储物空间 我想保留驾驶室上方原有的储物 这样可以继续使用原有的扶手 以及遮光板 所以重新做储物的时候 就会把储物空间固定在侧面 和原有储物挡板的上方 这就要求新的储物挡板切割得要非常的精密 好在用一把比较小的Jigsaw 非常适合切割快速变化的角度 我就用比较慢的速度 以及自己能达到的最高的精确程度 慢慢切出了这一块造型独特的储物挡板 在切好了之后 我又在储物挡板上加装了射灯的地方 开了圆形的口 用砂纸打磨干净之后 就把挡板撞到了车顶 它的大小尺寸非常合适 让我很开心 非常合适 非常合适 储物空间的底板做完之后 后面的背板和门就比较容易了 我把切割好合适尺寸的背板 一片一片装到储物空间上 从下方用钉子固定住 然后在向外的开口之处 搭了一个木梁作为挡板 以防止开车的时候里面的重物滑动 最后我在这一面安装了两扇向上开的门 储物空间就算基本完工了 最后一步还要连接两个射灯 因为之前在底座上已经打好孔了 所以射灯装起来非常容易 再加上之前做的12伏的直流系统的适配器 就在这个旁边 我就把射灯直接连接到了 适配器上一个暂时没有使用的开关上 驾驶位上方的储物空间就大功告成了 那这一期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